欢迎来到信息一站,我是Coco 今天我们来分享的主题是 哪些女人最经不起诱惑 当今社会诱惑实在是太多了 对于一些意志力不是很强的人来说 很容易就被诱惑住 从而做出一些伤天害理 有被道德的事情来 而且在追求物质生活的时候 大多数的女人也会经不起诱惑 今天我们来分析一下 女人的婚外恋心理 看看哪些女人最经不起诱惑 第一点是太穷 且怕穷的女人 社会越来越发达 有钱的人也越来越多 谁都怕穷 不仅仅是由于穷而苦 更主要的是 自尊心和面子受不了 就由于这有很多女孩 有很多女孩凭着自己的姿色 背景离乡来到外地 用青春换起金钱 甚至沦落到做起皮肉的生意 第二点是 破罐子破摔的女人 一些人由于失恋 失身失婚 受到社会的轻视 心灵扭曲 对男人 对社会 产生了一个提示 索性 破罐子破摔 男人有求必应 有的 干脆 自我放纵 第三点是 报复心强的女人 丈夫做了对不起自己的事情 一些个性强的女人 哪受得了这个 你能做出初一 我就能做出十五 初一报复和委 七 其他男人 有的女人 因此 一发不可收拾 这样的女人 多半以悲剧 结束 第四点是 寂寞的女人 长期两地分机 和长期单身 妻子一个人在家 那日子 可真是难熬的 很多女人 就是因为受不了寂寞之苦 而为妻其他男人 第五点是 朋友多的女人 近朱者赤 近末者黑 一个女人 四周都是一些 堕落放纵的朋友 她很容易被污染 尝试 竟然经不起诱惑 第六点是 西游心强的女人 生涯中 西游心强的女人 可不少 看到四周的女伴 都是穿金带银的 她们心里只痒痒 可自己穷啊 怎么办呢 假如这个时候 一个有钱的花心男人 一饮有 没有几个不上钩的 西游心 能彻底摧毁一个女人 几乎所有的防线 第七点是 有远心的女人 民间有化 一个胜利的女人 且背后 必定有一个 强盛的男人 做支撑 一个没有家庭 和社会背景的女人 且 关意又很强 又想往上爬 必须借助男人的力气 但 你是要付出代价的 现在的城市女人 因为 缺少了老一辈 吃苦耐劳的精神 非常不喜欢的吃苦 总是贪图享乐 而这样的女人 常常会经不起肉货 自己的本事不大 偏偏欲望还不小 为了让自己 得到一个满足 总是背叛自己的爱人 稍微有一点点便宜 就会上钩 不惜牺牲身体 来唤起享乐 今天我们的节目 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我们节目的 记得点击订阅 我们节目的节目 我们节目的节目